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预计 而就在这时 随着距离的拉近 更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由于这个空间里曾经都是水 因而地面上都是湿烈烈的 但是在大门前却有一片空旷的扇性区域 根本就没有水进 张文吃惊地说 难道水流到这里时会自动避开吗 太不可思议了 豆腐挠着脑袋 你以为是小说呢 还自动避开 肯定有其他原因 看啊 有个人图腾柱 真够大的 图腾柱恰好位于黄金大门扇性区域交界处的外围 十分大 至少有七八个人合报组 看料子 应该是就地取材的料子 黑红交加的图腾柱上 全都是硕大的 造型各异的胡去夺 我至今还记得不久前对于图腾柱上的胡去夺开枪的场景 是觉得这玩意儿十分邪门 看一眼都不舒服 豆腐粗神经 倒不觉得有啥 盯着柱子 围着柱子 慢悠悠地转悠着 嘴里还撕了一声 我说一样脸啊 合着你就是怕这个呀 我觉得也没有多恐怖嘛 话音一落 豆腐猛然啊了一声 大声叫道 这儿怎么还有个人呢 这会儿豆腐转悠到柱子的后面 也就是众人视线的盲区 他这么一叫 我不禁一愣 心说怎么会有人呢 难道这小子又不靠谱了 想玩人下人的有些 中公倒是比较相信豆腐 紧跟着就转了过去 随后也惊到 真有人 不对 是具尸体 我们其余人赶紧绕过去 也顾不得去打量 那扇黄金门和图腾柱了 绕背后一看 看见赫然有一个 靠着图腾柱而坐的人 他低垂着头 头发还在 身上没有穿衣服 浑身肌肉萎缩发白 显得十分奇怪 这是谁的尸体 怎么会在这儿啊 不对 真正奇怪的是 这身体怎么没被水给卷走啊 直到此时 我们也没能找到 地下水回潮的源头在哪 但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我先说 这具尸体会不会就是之前 我们在水底见到的尸体中的一员呢 而这时 专锐取出防毒面具重新戴上 紧接着 戴着摸尸手套的手 扣住尸体的下额 将尸体低垂的头颅强行抬起来 尸体紧鼓间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在看到尸体模样的一瞬间 众人齐刷刷地抽了一口凉气 甚至连专锐都猛然撒开了手 如同摸到什么不干净东西一般 因为 眼前这具尸体的脸 赫然专锐之前给我们看的照片上的血安 一模一样 我脑海中顿时冒出无数的疑问 眼前这具尸体究竟是谁的 难道真的是血安 如果她是血安 那么后来活着出去的血安 又是谁呢 豆腐牙齿咯咯打颤 缩着脖子很是害怕 躲在我身后就说 老陈 你还记不记得 碧莉尔说起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一晚下大雨 她起床收狼皮 然后看到血安走进了雨里面 然后 那个血安的脸 变成了一张千尖的 长成毛的狐狸脸的 你说会不会 那个血安 其实一直都是个 豆腐的话更加增添恐慌小果 欧阳血安紧张地说 也就是说 真正的血安就是她 可她怎么会死在这儿啊 莫非那沙漠下的古城 和这个地方 有什么相连接的通道吗 她这么一说 众人自然而然地 便看向那黄金门 难道这黄金门后 是一条相连的地下通道吗 莫非血安是从那儿出来的 也不对 那扇门不是需要钥匙 才能打开吗 莫非那锁早就已经失灵了 而这时 专锐的呼吸急促起来 喉咙间剧烈滚动着 心情似乎非常激动 众人很少看到她这个样子 豆腐赶紧拍她的背 就说别激动 缓缓气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心脏病烦了 徐宇 专锐才稍稍平复下来 紧接着坐在地上 缓缓地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血安 一定是这样 就和当年一样 我知道 她所说的是当年那个 神闺墓里的遭遇 当时她的手下 就忽然变成两个 一个是烧焦的尸体 一个是从土里重新长出来的人 我也跟着坐下 觉得事情有些不妙起来 就说 你的意思是 那个血安 其实是眼前这个血安的 再生品 专锐点了点头 豆腐抓住了问题的重点 露出害怕的神色 紧张起来 疑神疑鬼地四处瞄着 咽了一咽口水 就说 那你的叶子日 这地方的呼去夺 也有那种能力 它会不会把我们 也给净化了再生啊 专锐看了豆腐一眼 没说话 显然这个想法 并不止豆腐有 我深深吸了口气 忽然觉得周遭凉嗖嗖的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黑暗中窥视我们一样 其实这种被窥视的感觉 是人在极度不安全环境下 会经常产生的错觉 专锐的一席话 让众人的心都提到嗓子一眼 特别是眼前的尸体 他的身份 他的经历 更让人觉得恐惧 如果我们所推测的一切 是真的发生过 那么我几乎可以想象 五十多年前 虚安为了救比利尔 被掩埋在黄沙中的 古城之下 他肯定有什么金玉 使得他没有被活埋 一个人在地下摸爬滚打 来到这个地方 结果却死在此处 更为确切地说 应该是被呼去夺 弄死在这个地方 紧接着 在他尸体旁边 另外一个人缓缓长了出来 然后这个人睁开了眼睛 换上了属于他的衣服 离开了这里 萨满信奉万物有灵 万物皆神 以而每个地方 甚至不同的村寨之间的 具体信仰也是不同的 古人信奉呼去夺的人 是崇拜于 他可以让死人 重新长出来的能力 封他为净化和重生的神灵 而比利尔曾经的遭遇 让众人的脑海中 都打上一个问题 被呼去夺净化之后 重新长出来的人 真的还是以前的人 比利尔当时所形容的 那张酷似狐狸的脸 很明显就是呼去夺的脸 而我们现在 就处在这样一个 极其危险的地方 豆腐问专锐 这地方已经走到头了 咱们唯一的收获 就是之前用相机和纸 踏下来的神语 有没有用还不知道 阴阳脸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 那扇黄金门 八正是和地下沙漠古遗迹相通的 咱们还要不要去啊 爱情的力量是比较盲目的 别看欧阳宣平日理大小姐脾气 怕虫子怕蚯蚓的 但事关专锐的未来 她态度就变得很坚硬 哼了一声 指着豆腐鼻子就骂道 太小鬼 怕就自己走 没人留你 豆腐自尊心 受到打击 不乐意了 就说 我是怕吗 我这叫未雨绸缪 规划未来 我又没说要散伙 这不问问阴阳脸的意见吗 欧阳宣怒斥一声 谁说你这么叫了 就算只有一半脸好看 也比你这个又懒又缠又胆小又碍事的 肥包子强多了 豆腐跟着跳脚 我 我 最后发现欧阳宣好像说得挺对的 找不出反驳的话 最后一扯失先就说 那又怎么样 我的根本长得比他帅 本事比他强 要不是他 你早在水里淹死了 欧阳宣冷笑说 是 他也就那张脸还凑合 不过尸体就是尸体 长得再帅 你愿意跟他睡觉过日子呀 除了脸以外 他整个就是一个行尸走肉 又蠢又呆 看了都烦 显然 欧阳宣是将恐惧和怒火转移了 估计是觉得豆腐好欺负 人都喜欢挑软的年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冷冷地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正这下做什么 都闭嘴 我这人看起来一向冷漠 不尽人情 因此这话说完 欧阳宣倒是也不敢再挑衅 但这回反倒是豆腐真正发怒了 气得胸膛起伏 双目灼灼 最后盯着欧阳宣就说 我一开始就喜欢你直爽的个性 但直爽不代表不留口德 他有名字 有自己的意识 不是什么行尸走肉 事先眼珠子转了一下 嘴里发出一阵气声 仿佛要帮豆腐说话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歪了歪脑袋 又恢复了木头模样 欧阳宣正要继续和豆腐争论时 专锐转移了话题 示意别打嘴杖 这会儿不是打嘴杖的时候 紧接着便朝那扇金色大门走去 看样子只想看看门中有什么乾坤 众人跟在他身后 刚走没两步 忽然之间 我只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一半 整个人顿时摔了个马大哈 啪在地上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